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韩俊辅助官第五章的故事 书接上回,泰俊接到宋议员要除掉善英的命令后 善英他看到宋议员见了赵议员,他感到情况不妙 原职被派来西北市场 泰俊宋议员催泰俊,尽快处理掉善英 善英想把单亲家庭支援的法案让给区长 高熙万觉得太可惜了 善英说有舍才有得 赵议员让善英继续单亲法案 条件是除掉泰俊 而此时李议员和赵议员已经联手 泰俊将如何度过这次危机呢? 好,我们正片开始 早上,道经妈妈开始营业 忽然发现以前怎么也找不到的客人的西装 竟然就在头顶的衣服架子上挂着 他想这一定是道经偷偷穿过后又拿回来的 于是他去找道经 道经正在四处寻找自己的出入症 妈妈拿着西服进来 他说因为朋友结婚,自己才借来穿着的 他拿起道经的书包,倒了个底朝天 出入症,赫然出现在眼前 妈妈大发雷霆 他说自己辛辛苦苦供养他 就是让他考公务员 没想到他却不务正业 道经和妈妈解释 自己目前在国会议员室实习 将来也是一种特殊的公务员 正在这时 道经接到原职的电话 让他去办一件事 于是他匆忙地跑了出去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哪 这执行力真强 听证会马上要召开了 李议员这时候不认进入法司委 对宋议员来说 实在是一种威胁 宋议员判断 这后面一定是善英在运作的 出了会议室 原职讽刺泰俊 这次是不是又是他和善英一起商量的结果 泰俊没有看到道经来上班 就问他去哪里了 原职说自己 让他去办事了 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原职 原职认为自己用一下实习声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宋议员接到秘书长电话 带着泰俊去见他 电梯里遇到善英和高熙万 宋议员警告善英 不要轻举妄动 位置没有坐稳就有所行动 是很危险的 善英一脸冷静地回他 还说自己还准备玩得更危险一点 李议员正在接受记者们的采访 刚出电梯的宋议员 看到这一幕 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李议员 善英出了电梯遇到赵议员 两人互相打着招呼 赵议员鼓励他去中义区见区长 并且要他在单亲家庭提案上 签上自己的名字 以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 善英答应着告辞 赵议员的秘书提醒赵议员 是不是对善英的支持力度太大了 别再到时候反咬一口 赵议员同意他的说法 安排在善英身边 布置一个亲信 好好监督他 真是老滑头 为了缓和与李议员的关系 宋议员让泰俊请李议员吃饭 高熙万提醒善英 如果继续支持李议员和宋议员对抗 善英的处境会很危险 就像是在宋议员和赵议员之间 走钢丝一样 善英笑笑说 那就需要高辅佐官对自己大力支持了 高熙万表态 自己一定会全力以赴 宋议员和泰俊请李议员吃饭 宋议员假惺惺的恭维李议员工作尽夜望我 值得学习 李议员打断他的话 让他有话直说 宋议员劝他不要与自己为敌 身处官场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 要为自己的虔诚着想 李议员表示自己绝不会妥协 说完起身离开 宋议员气得咬牙切齿 泰俊说自己回头再找他谈谈 宋议员说李议员的事 不要泰俊插手 交给原职就好 原职找到以前和李议员 是对手的落选议员 操纵一批不明真相的居民 来到李议员的办公室大闹 泰俊经过这里一看 发现带头闹事的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他把父亲领到一边 大声的斥责他了一顿摔门而去 道经帮助原职取回了一心印刷社的档案袋 隐秘书暗地里调查发现 原职一直和一心印刷社相互勾结 中饱私囊 而且一直是道经帮助在中间联络 他把这种情况汇报给泰俊 原职问道经要取回的档案袋 道经正要递给他 泰俊一把抓过去 原职急忙去抢 撕扯间 档案袋掉落在地 一打他寒冤抖落了一地 回到办公室的宋议员正好看到 他把原职叫到车上狠狠打了一顿 交代他消失一段时间 等自己通知再出来 道经也被泰俊撵出了议员秘书办公室 善英急急忙忙找到泰俊 把宋议员准备牺牲他的事告诉了他 他才意识到了情况的严峻性 泰俊回忆起他入职议员是这十年的工作 当初 他决心为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而努力 李议员手把手地教他 在事业受到挫折的时候 是李议员鼓励他走出烦恼 宋议员议员是点名要他 为了这个理想 他不惜牺牲尊严 为宋议员安前马后的效力 终于得到他的认可 有了步入了上层社会的机会 而今 宋议员竟然要牺牲自己 当作他的近身之急 怎么不让人心寒 听证会上 面对李议员议员提出 关于宋议员与李代表关系密切的问题 宋议员侃侃侃而谈 他说自己和李代表代表只是私人交往 不存在利益输送 倒是在准备这次听证会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问题 另一位张贤民议员 按照他们事先早已安排好的题目 顺势发问道 宋议员议员发现了什么问题 宋议员做出痛心疾首的样子 说发现自己的辅佐关泰俊 和李代表代表私下有过接触 并要挟李代表答应自己的某种条件 实在是自己管教不严 让大家失望了 主持人李昌国委员长也是宋议员的人 一唱一鹤的 要李代表当场作证 这下舆论哗然 媒体的焦点全部集中在泰俊身上 形势的急转直下 让宋议员秘书室的人一时反应不过来 泰俊匆匆走回办公室 引秘书关心地走过来 听证会上 李昌国已经命令西部地检介入调查 宋议员的亲信徐英哲检察长 几乎第一时间赶来拘捕泰俊 听证会这时正处于休会期间 宋议员回到议员室 假惺惺地向徐检察长求情 说到底是一家人 给他和泰俊留点时间吃顿饭 泰俊哪有心情吃饭 他看着狼吞虎咽的宋议员 眼睛里直冒火 宋议员让泰俊放宽心 在检察院待一两天 等自己法务部长官任命输一下 自己立即就把议员的位置腾给他 泰俊怎么会再轻易相信 这个人面受薪的上司 他并不表态 宋议员以为已经安抚了他 就吃饱喝足地出来了 他交代徐英哲 找个罪名关上五年就够了 徐英哲答应着带人进到饭店包间 竟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泰俊跑了 这反应真够快的呀 不愧是主角呀 宋议员也不想想 泰俊能这么傻 宋议员气急败坏 他命令立即对泰俊发出通缉令 善英对泰俊不无担心 他劝泰俊去自首 泰俊表示自己 绝不会束手就擒 他要从根本上动摇宋议员的地位 让他升任法务部长官的想法 不能得逞 善英拿着泰俊交给他的资料 回到李议员办公室 大家针对资料展开了缜密细致的分析 从中理出了在宋议员的关照下 永日集团摇身变成李代表的企业 程永琪是幕后最大的股东 是他为宋议员提供了后援资金 才让宋议员一路攀升到如今的职位的 泰俊找到当初为永日集团 做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 他已经掌握了法人吴永秀 是诈骗嫌疑人的证据 并拜托自己在警局工作时的老朋友 李警官带走了他 他打电话给善英问李议员听证会的进展情况 善英说李议员议员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 但是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又被委员长李昌国滥用职权干涉 目前还没有结果 泰俊说看来自己要到湖口走一趟了 宋议员正在为徐英哲迟迟迟抓不到泰俊而大发雷霆 并为此狠狠地打了徐英哲一耳光 他回到办公室 发现泰俊赫然坐在沙发上 泰俊拿出了会计师事务所法人吴永秀的名片 问宋议员认不认识这个人 而且说这个人目前已经被自己控制了 他让宋议员必须想办法洗清自己 然后开门走出去 徐英哲就在门外 泰俊从容不迫地伸出双手 徐英哲为他扣上手扣带走了 宋议员接到李代表的电话匆匆赶来 宋议员推开包房 发现程勇集会长威严的端坐在里面 他马上恭敬地问候 程勇集不满地说 要他放弃法务部长官的选任 不然会连累太多人 宋议员辩解说自己可以处理好 程勇集冷冷地警告 他不要忘了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送走了会长 宋议员十分郁闷 他历生地训斥着 没有听从自己召唤 及时赶来的原职 原职却面带喜色地告诉他 自己打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他调查到当初李议员选举成功 是泰俊在后面一手操办的 为了选举成功 泰俊拿了违法资金 金额多达五千万 目前宋议员也喜出望外 泰俊知道 这件事对李议员的打击不是一般的大 那样一个市民欲如生命的人 怎么会允许 会选这种肮脏的事情 出现在自己身上 他给李议员打电话 他不接 找到家里也不在 他又找到办公室 李议员办公室里 他正小心地整理 被扔得乱七八糟的办公用具和资料 他浮起了那些东倒西歪的绿植 这时泰俊在外面疯狂地打门 他痛苦地说 是自己害了大哥 自己会去检察院 把这一切说清楚 本来李议员就什么也不知道 他不会有事的 李议员并不理会他 泰俊只得无奈离开 宋议员扳倒了李议员和泰俊 以为扫清了自己禁声路上的障碍 同伙们聚在一起谈贯相庆 李代表产妹地提前恭贺他当选法务部长官 泰俊想去办公室 但是他的门禁卡已经被注销了 尹秘书看到他的样子 心里很不适滋味 却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人家是有女朋友的 矜持住外尹秘书 这时他接到李议员的电话 李议员冷静地说 泰俊不用去检察院了 泰俊感觉要出事 便飞快地赶到李议员的办公室楼下 就在他刚赶到楼下的时候 李议员愤身一跃 从楼上跳了下来 鲜血淋漓地躺在泰俊眼前 他还是来晚了一步 本期完面对李议员的死 泰俊神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淋雨后陷入昏迷 高助理发现了泰俊和善英的关系 宋一元假惺惺来吊咽李议员 泰俊和善英终于坐不住了 开始调查宋一元 宋一元成功上位 泰俊无奈 只得找到宋一元 潜伏在他身边帮他办事 得到了宋一元的信任 与此同时 也得到了新的证据 来指证宋一元 李议员的死 又会给泰俊带来什么影响呢 泰俊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泰俊会把证据交给尹秘书吗 我们下集再见分享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